大家好 我是黃亦凡 今天看我穿得這麼浪漫 就知道我要來談談有關異國戀的迷思 因為現在的科技發達 然後交通發達 所以大家現在在世界各地跑的機會非常多 所以認識到不同國家的人也是非常的容易 有時候一不小心就蹦出了戀曲 甚至有些時候因為電影 電視 一些故事 讓我們感覺非常美好 所以會覺得說好像談一個異國戀情 超級的浪漫 超級的美好 當然在談下去之前 我們要先談一談他這個異國戀的有什麼不同 其實談異國戀情並不是像大家想著說 有多麼的不同 因為其實想想看 人類他的心理學也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其實也就是男女的區分 只不過是生活背景 生活習慣 有所不同 所以可能他在對待人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今天其實有很多人他遇到我跟我說 能夠教一個外國人到時候生一個混血寶寶 多漂亮啊 可是你要想到的是 今天這個生活不是只有混血寶寶出來以後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混血寶寶出來很漂亮 但是後面呢 柴米油鹽醬醋茶 其實是都一樣的 所以異國戀情呢 也不是說真的都這麼浪漫 那至於它的差別呢 第一個 很多人呢 他教了外國人 那就是不管是任何國家的人 那尤其是拉丁 如果是拉丁異國級的 譬如說這個墨西哥啊 西班牙啦 或者是法國人啊 義大利人啊 這些屬於拉丁異人的他們的這個國家呢 他們對這個感情的述說 本來就是非常的大方 非常的這個開放 所以他常常說 I love you 你很漂亮 我愛你 幹嘛 這個對他們而言是經常掛在嘴邊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小心聽錯了 會以為說真的人家對你超級有好感 那有時候呢 可能就會自作多情了一下 那但是呢 如果說真的 你今天很幸運的談到了一個異國戀情 那麼你這個時候要注意的是 首先 這個你們的生活環境 好 所謂的生活環境就是 我們從小在這個華人的這個生活裡面長大 有很多東西我們是不會這樣做 也不會這樣說 但是呢 在外國人呢 他們是要直話直說 那我們通常華人呢 因為要講禮貌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會比較拐安抹角 有的時候呢 我們甚至還會說 不好意思 怕丹 怕影響到別人的感受 所以我們反而就在那邊自己這個 這個 別扭 別扭的 可是其實在國外呢 他們的教導方式呢 是要你直話直講 有事就講 有事就做 他們反而就希望你能夠就是這樣子 所以變成呢 一個保守 一個開化 然後在溝通上呢 就一定有問題了 那另外呢 在語言上是最最最最容易出現問題的 怎麼說 今天呢 除非你在這裡成長 你在這裡出生 你學的是完全的標準的英文 或者是當地你不管你交到哪一個國家的這個人 如果你是出生在那裡 學的就是在那裡 那麼你的溝通上或許就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在亞洲成長 然後你認識了其他國家的這個人 你們的溝通絕對就有問題了 怎麼說呢 第一個 我們所學的英文或是任何其他你要去學到的語言呢 是有限的 譬如說你也知道我們的中文呢 在講起來呢 一個字可以衍生出很多的意義 相同的在別的語言也有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那但是呢 我們中文的表達方式有時候是非常直接 說你吃飯了沒啊 我們有時候並不會把請謝謝對不起 完全的加入在這個我們的劇情裡面 可是因為我們在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我們的音調 我們的語氣 一聽就知道是個很禮貌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去餐廳 我們可能跟這個服務生講說 請給我一些紙巾好嗎 我們的中文的講法是這樣 那但是呢 在這個英文的講法 可能你就必須要注意一下 你的這個音調啦 你的那個講法 所以呢 在譚藝國練的時候啊 語言啊 還有他的生活習慣呢 一直都是在譚藝國練情的時候呢 最最大的這個癥結點 反而造成很多人呢 最後呢 不歡而散 可是就是因為他們不理解他們的語言習慣 以及他們的生活習慣 在這兒說 說甚麼 哪個地方呢 請教我們在這兒做什麼